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2018年Facebook推出了一款开户工具OE 客户通过这款工具在网站开户的流程变得更加简单 OE工具将注册程序整合归纳为一个精简的流程 电商卖家可以更简单的入门Facebook 电商卖家在Facebook开户之前需要做的准备 1. 注册OE账户 获取OE开户工具的链接 用手机或者邮箱注册一个OE账户 OE开户工具链接最好是通过Facebook官方授权代理的销售代表获取的 其他渠道获得的OE链接可能会出现账户安全性问题 2. 准备好开户需要的资料 开户需要公司的中文和英文名称 注册地址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公司 邮箱邮政编码 公司官网链接等 3. 拥有管理Facebook账户资产的BM商务管理平台 4. 拥有一个投放广告的Facebook主页 5. 需要真实原始的企业的营业执照 6. 推广的产品链接 或者网站必须是可以进行正常跳转或打开的 Facebook开户注意事项 1. 营业执照信息 A. 公司中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地址信息 必须与营业执照完全一致 B. 有多个营业执照的情况 请提交最新版本 C. 尽量提供清晰且无水音的证件 D. 图片格式 2. 程式、省份、邮编是必填项 注意程式和省份用拼音书写 3. 提交的粉丝页要与推广网站一致 4. 且保证粉丝页在开户审核期间一致保持可访问的状态 4. 主粉丝也无法访问 开户将被拒 4. App ID 这项目只针对 App 类开户 不是 App 的请忽略不要填写 6. 网站内容 功能必须完整 能给到用户一个良好的体验 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B. 完善的 Privacy Policy C. 广告主应提供真实的产品详细信息 例如明确的尺码参考表和食物照片 D. 产品和服务的客户反馈概览需要明确清晰 真实可信 D. 详细的配送信息 F. 提供并遵守明确的退货 换货正常 G. 明确的退款政策 7. 时区填写和投放地区网站时区保持一致 以方便看数据 Sassbook如何养护 要以新用户使用的账号路径 以一个新手身份体验平台 不以营销者姿态去破坏平台规则 1. 用全新的手机号IP注册 按引导步骤完成注册 绑定手机和邮箱 双重验证 之后更换IP或浏览器时 可以接收验证码 2. 用谷歌浏览器同样的设备登录 前半个月不要换设备登录 3. 最好保持在线6-8小时 持续一周 完善信息 隔几天完善一项 例如今天完善地区 明天完善学校 职业等 4. 尽量不要频繁登出 Facebook会认为存在被盗风险 会进入安全模式 5. 一周后 创建公共主页 完善资料 6. 这种方法 持续一个月 除非操作频繁 或者异常 不然不会封号 Facebook问题解决方案 账号进入安全模式 要求上传照片的情况 意味着 1. 你注册完 进行频繁操作 2. Facebook信号为预防 及机器注册 进行的一个随机安全模式 解决方案 1. 上传照片 然后等待通知 隔两天再去看结果 不要频繁查看账号 2. 当注册完 就进入安全模式了 A. 放弃这个号 不解封 等一个月后 这个号就不存在了 可以用这个手机号 重新注册 B. 上传照片申诉 解封 C. 信号没有进行操作过 可以直接申诉 成功率80% 若进行过违规操作的话 就不用申诉了 信号没有进行操作过 或频繁更换IP的话 不会封账号的 再有一种情况 是进入安全模式后 你频繁上线去看你的账号 是否出了安全模式 和频繁上传照片 都是汇封号的 部分功能被限制 例如 被限制发帖 意味着发帖太频繁 解决方案 限制周期 大概是一周 放缓操作 例如 如果出现 Facebook提示帖子违规 如果并无违规 提交申诉后 就可以重新使用 提交申请后 需要提交 一 提交主体 二 推广链接 三 开户数量 审核周期 三个工作日左右 Facebook广告素材 版位 Facebook素材 素材包含 单图 单视频 多图轮播 单图分为 一 SKU比较大建议拼图 二 折扣每包邮信息 单视频分为 一 SKU大可选择 换单片轮播 二 功能性产品 使用视频 四 背景音乐 Facebook版位 版位包含 自动版位和手动版位 手动版位分为 一 Facebook受众高龄化 二 Instagram受众年轻化 三 audience network 联盟网络 Facebook政策 如何避开五大广告 发布政策雷区 一 劣质电商广告内容 A 域名不允许 盗用知名品牌 B 不允许出现不真实的折扣 降价 价格 C 不允许投放房品 二 性暗示 A 不允许过度裸露的画面 B 不允许展示 暗示性行为 C 不允许性暗示画面 三 害人听闻 过于暴力 或无理内容 A 不允许使用恐怖 血腥 或耸人听闻的图片 B 不允许直接或间接强调 或暗示某人的种族 族裔 宗教 年龄 行为 性指向 健康状况等 并带有歧视意味 四 不实陈述 A 禁止使用夸张 虚假陈述 捏造产品成果 或虚假信息 夸大产品性能 和服务体验 误导用户 B 不允许出现欺诈性言论 如 诀窍 奇迹 解密 逆诀 等字眼 或欺诈性优惠 或商业行为 C 不允许出现 虚假的治疗效果 D 不允许出现 不实的 前后对比 图 展示意料之外 不可能实现的结果 如减肥运动方面的广告 5 APP欺诈 A 不允许用极数字承诺 无法实现的效果 如输入速度 增长三倍等 B 不允许使用失实的 前后对比 效果展示 C 不允许夸大产品的功能 D 不允许展示产品 根本不具备的功能 D 不允许使用 耸人听闻的标题 描述 Facebook其他政策 1 版权问题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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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